大家都知道自由人喜欢到处爬山踏青 看看人烟稀少的地方有什么奇特景色 享受大自然带来的美丽风景 不过在山野中有一些事情是自由人特别避讳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自由人的山野奇遇 那是自由人退伍后的夏天 因为遇上了2000年金融风暴 自由人的求职之路非常不顺遂 索性就躲在宜兰老家给自己放几天暑假 当时正值酷暑盛夏 宜兰在早上10点前会出大太阳 一旦过了中午天空就转为阴暗下起大雨 如果想要外出踏青 通常要赶在早上6点前上山 这样既不会太热又能保证在大雨前能够下山 那时自由人给自己立了一个小目标 要在30天内爬完宜兰周遭听过名字的步道 由于是上班日 自由人找不到伙伴一起爬山 不过没关系 自由人还是每天 天还没亮就会兴致勃勃地出发 这一次要挑战宜兰北部的登山路线 由于靠近九弯十八管路上很多大卡车 所以这条路线登山客不多 一开始登山很顺利 天气好 空气好 风景好 人更少 这样清幽的山林 就是自由人喜欢爬山踏青的原因 走着走着看到路边有一座小庙 大约半个人高 黑黑的小厅堂内 点了一盏红色小灯泡 看不太清楚供奉的是什么神灵 自由人想也没想就对住小庙拜三拜 反正当时没工作没负担 多拜一下多个保佑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谁知道接下来的行程 自由人越爬越不舒服 明明太阳还是很大 怎么天气好像突然变冷了 反正流了一身汗 自由人就提早回家 大概中午十一点多到家后 洗个澡就来睡午觉 睡到一半隐隐约约听到外头下起滂沱大雨 天空也随之阴暗下来 就在此时看到阳台有个人影晃动 自由人的房间在四楼 总不可能遭小偷吧 自由人在睡梦中 紧张地想要跳起来大喊 谁知道身体竟然不能动我 只见那人影慢慢向我飘来 自由人的身体因为恐惧 开始剧烈晃动 眼睁睁看着人影不断地靠近 却始终看不清楚人影的五官 摩米托夫 那摩米托夫你不要过来 人影坐到自由人床边 缓缓朝自由人的身上躺下来 这该不会是附身吧 不要 仿佛听到了我的抗拒 人影又慢慢地站起来 最终从阳台慢慢飘走 当它飘出去的一刹那 自由人终于可以动了 急急忙忙地跑下楼 对着吃完午餐 正悠哉看电视的妈妈大喊 妈 我嘟嘟鬼啊 讲完这个鬼故事 自由人的手臂又起了鸡皮疙瘩 请看现在还有 那在那事件之后 自由人的妈妈 带我们宜蘭寺的文昌庙旁边的一个道观 然后谱挂问神 然后道长说 这个人只是好奇跟着我回来 然后也没什么恶意 但是自由人从死之后就对 那个山野中的小庙 我都不敢拜 然后也不敢再爬那个步道了 那各位如果问我说那个步道是哪个步道 暂时保密 保密 那这是自由人遇到的故事 如果各位在爬山或走步道 也有遇到类似的故事 请下面留言 让自由人能够知道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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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